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求我们的电感的部分 尤其是Safe Inductance 那这个质感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我们在整个的电路运用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质感是比负感来的大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面质感的部分 如果你是一个电感的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把质感求出来 那依照我们刚刚的定义的部分的话呢 我的质感值是我的这个Flex Linkage除上I1 虽然我到Final的结果 我所知道就是说不管那个上面有没有电流 我的质感值都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在我的计算过程当中 就好像我在计算这个capacitor一样的部分的话呢 首先你要探讨的这个质感值的话呢 L1E1的部分的话 有几个步骤你是一定要先 非常把它实际上去演练的时候要注意的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要选一个 适当的坐标系统 如果你的坐标系统选得好的 的时候那后面的部分你要做问题的话 你才可以啊很比较顺利 第二个部分是你要假设 你的color i 虽然你知道这个i不用存在你的质感值就知道了 但是因为你要求你假设i以后的话 你才会跟着过来的就是说 因为i所产生的b是等于多少 有什么问题吗 那b你产生出来以后 这是因为i所产生的b 那b知道以后的话呢 你才可以接着去计算 你的flux ok 那这个flux的话 由于你都是同样在loop1上面 所以你得出来的就是fi11的结果 那你得出fi11的话 接着你把lambda11 把它取出来 有什么问题吗 ok 好 那lambda11得出来以后 你再把i1除掉 就是你的电感值 这是标准的步骤 那这个步骤的话 其实就是依照我们的定义来的 那在这个整个计算过程当中 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最后你把i1 这i1除掉的时候的话呢 实际上整个问题 你就知道说 根本跟电流的大小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电感值是跟形状 跟你的怎么摆设 是有关系的 那 首先呢 这里面有几个部分是 你如果用 你要去求你的flux的部分 你的b啊 有几种方法是可以算的 第一种就是你的表沙瓦肉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安培回路定理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计算是可以计算的 那为什么会说 这两个是你可以计算的 就完全是 你这个坐标系统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坐标系统的时候 你能不能用安培回路定理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件事情 这是两个 我们得到的一个情况 那同样的你要求护感 也一样的方法去做 只不过 现在你要算的时候 护感的部分 积分的部分是 积在C2的部分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最常看到的几种形式的那个电感 第一种形式的话呢 是 我们 螺旋渲管的形式 OK 那这个螺旋渲管形式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它有N扎导线 好 那N扎导线的话呢 我如果扎导线是B 长度是L 那我要去求 你的质感值是等于多少 好 这个我们把它当成是 我们已经第四个问题 这第五个问题好了 好 我们自己算一下 因为这个啊 非常简单的 那你把电场算出来 然后 那 不是磁场算出来 好 那这个磁场的话 算完以后你就磁通量 就可以得到了 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电感 另外一种常常看到的电感 是比较复杂形式的 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环转的 OK 那这个环呢 就好像一个锁镯一样 那你在这上面缠绕的线圈 那有一种情况是 你缠绕可以是圆柱 圆形的线圈 也可以是 你这个截面啊 就是这个截面机呢 你可以是这个肠黄体的部分 OK 那换句话说 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来讲的话 这个是半径 我说 里面内径是A 外径是B 然后它的高度是H OK 那 它每一个线绕出来 这个导线线绕在上面 OK 那我们想希望得到的是 这个的电感是多少 那这个的问题是比较麻烦的 那 问题的麻烦点是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 磁场 不是 均匀的磁场 OK 对 所以你要去算你的flux的时候 你要把每一个磁场的部分 好好的去把它一块一块的积起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我取一个比较适当的坐标系统的时候 我说 我取的这个坐标系统 是一个严重的坐标系统 那在这里面 半句话说 这是一个 好 这个线圈把它包围着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 即 依照我们的 这个 安培回路定理的话 那你这里面的话 就是μ0i的部分 换句话讲 这里面的电流的 大小的部分 就是 你现在 如果我有N扎导线在这里面的话 那这里面的total的电流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μ0ni的部分 这是你可以知道的 因为你们所包围的这个线圈的 这个通过这个包围的线圈里面 所流过来的电流 就是n乘上i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b啊 在这里面 我们之前面上堂 这个 上 几堂课 或者是上学期的部分 我们说b是一个对称的 那你b是对称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b是5方向的部分 所以我们左边的积分 b5乘上2πr5 整个G起来 是等于v乘上2πr 是等于μ0ni 那b子的部分 是等于2πrμ0ni 这是你已经知道的 的结果 到这个步骤 都是我们上学习的范围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说 对于这个b值 你通过的 这个截面的flux 多少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要去算它的flux 就是我们要算它的ds 那我的flux的大小 就是v.ds ds要怎么办呢 d是 对同一个半径 这个半径范围里面的 对同一个半径r 的磁场是 一样的 但是你的磁场 现在是随着r在改变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b 现在是2πrμ0ni的phi方向 ds就是等于 我把我的 这个半径呢 增加一点点dr 乘上h 就是我的ds 我们的dr 乘上我的h 就是我的ds 而且我的方向呢 我的电流如果是这个方向 我的ds的方向 就是我的phi方向 所以就是等于h乘上dr phi 你ds如果你这一步 没有问题的话 那后面的话你就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 h不能消掉 我们phi.phi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这边变成是 2πrm0nih i乘上h 乘上h 乘上logr r是从哪里记到开始呢 是从ag到b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2πm0nih h log的h h log的ab 好 y1 你就已经知道了 那 fluxlinkage 你现在有h 你现在有n扎导线 你现在有n扎导线 那乘上f1e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等于2πm0n平方h log b除以a 所以我把它除以i 除以i 除以i i就消掉 这就是我的 质感值 ok 这个结果 很明显的你看到了 是跟h有关系 跟a有关系 跟b有关系 还有跟线线的扎数有关系 其他都没有关系 其他有没有问题 哪一个 抱歉 b于a 不是ab 好 谢谢你们提醒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结果的话 是我们常常拿来使用的一个 我们说这是桌子状的这个 这个质感值 那你们如果 把你们的耳机 收音机 就是这些比较跟音响有关系的部分的话 拆开来的话一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线圈存在在你们那里面 哦 那是你们的电感的部分 ok 这是一个导体 然后 我们电流这样流过去 然后 从这边流出来 来 形成一个回路 形成一个回路 ok 然后这里呢 是结缘体的部分 所以 你看到的是 但是 如果我们把那个侧面看起来的话 如果我们把那个侧面看起来的话 电流 这样子流 然后 从表面 流回来 这是 一种方式的部分 那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的 大部分 这边里面是一个铜的 比较粗的 你把那个cable 如果你把你的cable拆开来看的话 里面是比较粗的一根铜棒 然后 这里面是一个网状的结缘体 然后呢 外面呢 是一个铜网 所以 这是可以导电的 那 这个也是一样 那在上学期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拿来算它的电场的部分 那现在呢 你要看到的是 这是电流的部分 ok 换句话说 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电感 那你要去计算它的 self-inductance ok 所以你要算它的 我们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同轴电缆 好 那 你可以这里面是不同的介质也可以是用空气把它隔绝开来 但是大部分这里面 大部分都不会是空气 因为空气的话 你还要支撑的问题 都是会有一个结缘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 对于这个戒指来讲的话 跟这里蛮类似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好 从里面开始的磁场 内部的磁场B 它就是一个跟位置相关的 然后到这里的磁场 然后到这里的磁场也是跟位置相关的 那你要去算你的这个 flash的时候 你的B 不是uniform的部分 你必须要把它计算出来 然后 接下来你的这个 phi的值才能够得到正确 那 我们时间上面是已经 快到 那我就把 几个 我说 这是A好了 然后这是B 所以这是A 半径A 然后这半径B 好 那我们说 在 R大于零小于A 这个region里面的话 我把 结果公 把它写出来 我的磁场大小 那R 大于A小于B 这个region呢 是Mu0 是Mu0 R 然后到 这个外层的部分 R 等于V的部分 这个就是 2PiR R已经是B了 Mu0I 好 主要的 主要的 我可以把V的值 就直接放在这个 这个region里面 那你现在我们要算 我的Flux Flux的结果 V.ds 你的V是完全5方向的部分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的A是哪一个地方啊 我现在Flux是这个方向哦 所以我的A是哪里 A是必须要什么 对 OK 我们看到了 这个 Ds啊 是薄薄的 底R 乘上 你要细算的 长度 L 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 你的Flux经过的 The A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的B啊 是从0 G到A 你的B Dot L D R 这个的方向 一样的 我现在 我如果电流是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们的Phi 是这个方向 换句话说 我的A 我也是 我的面积 也是我的Phi方向 然后再加上 从 AG到B B.L DR 的Phi 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 V1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等于 2Pi A平方 Mu0I R L乘上 DR 第二个部分 A到V 2Pi R Mu0I L乘上 DR 好 所以 两个部分去计算出来的结果 才是 才是你Total 的 Flux 的大小 那 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 是一个Constant 的值 而这边是一个Log 的值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是等于 2Pi A平方 Mu0 I L 然后乘上 2分之1 A平方 所以我们看到了 那后面这个呢 这是Log的部分 加上 2Pi Mu0 R L Log的 V分之1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次都跟 长度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 我知道 我这个 电感 长度越长 它是跟 长度成正比例的关系 也就是 平常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是把 Pi除以L 来看 单位长度有多少的 电感值 来看待它 那 你又跟 电感的部分 我要把我的 Pi除上 I 才是我的L 来喔 这个还是单位长度的电感值 OK 所以 这个 一除上 除完以后的话 就变成 这边还有一个部分 还没有 还没有结束 这里面 有一件事情是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要计算的时候 这边的I 啊 你要除的时候的I 这边都没问题 到这边你要除I的时候呢 我说I除以L分之5 这个I是Total的I 但是你在算内部的5值的时候 每一点的都不是这个Total的I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I全部除过来 我们在这边的I 必须要再做一个小的处理 好 才会得到实际上的值 也就是说 内部这部分 外部这部分都没有问题 这个region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流过的都是Total的I 好 但是在内部里面 每一个flags所流过的 那个都 底I的部分 这个底I啊 这个I不是Total的I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I除掉 OK 到这边 的I 必须要做一个小处理以后 才会得到正确的值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 我们再把它稍微补充一下 好的 OK 这是我们在同轴电缆的部分 我们所注意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在内部所储存的能量 跟外部所储存的能量呢 会有一些些的 因为电流的关系 而有一些不同 可以走到我们 这是我们下旁边 我们在收藏 大约内護下 我们下旁边 准备